喂,我是吳季欣 現在是晚上7點02分 今天已經是1月21號 2014年 我們今天休假 剛好我在我的房間 我們今天就談一下 英華威還有苗栗願禮抗爭的問題 這邊是我們在台灣 我們在新北市 新店區五峰山旁邊 各位可以看到我身上這個外套 這個外套就是 衛豐保全公司的外套 這是我以前 我有兩年時間在衛豐保全公司 當那個永豐銀行的保全公 就是你們一般如果去到昏行 開門第一個看到的人就是保全 我就當保全 我在那個衛豐保全 當兩年就是去那個派到銀行 站在門口幫人家開門拉門 或者每天早上要第一個去開門的 或者去打掃清潔 所以要打掃清潔 那就一個月薪水是兩萬兩千五百塊 一個禮拜工作五天 早上大概早上大概七八點就要到 然後下午大概五六點就可以回去 正午吃便當半小時 那這個他們公司 很大 在台灣聽說有三千多人 然後他們的待遇就是這個樣子 我到了解他們公司 在英國的總公司叫 Group for Security 就G4S 所以他們mark上面就是打G4S 我現在就跟各位講一下 就他們管理方式是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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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嚴 就是我們每天早上起來都會到班的時候要打一個電話 通知那個衛星中心 說我們已經到達那個銀行分住點了 然後下班的時候要下班時間 要打一個電話通知他們 我們已經下班了 就叫下掃 然後他們管理就這個樣子 每個月要去公司 像我們那時候每個月要去公園路 他們那邊有一個衛豐的公司 要去那邊報到 就這個樣子 這件外套是我們自己出錢買的 所以當然是可以帶回家 那 Group for Security 他們這個公司 叫我的了解 他們是全世界最大的保全公司 所以這是願意 願意人民他們為了抗爭這個風車事件 所以他們其實是非常難 對我又跟各位講一下 旁邊是我老爸 我老爸92歲 我在睡覺 對他們就是這個樣子 他們是全世界最大的保全公司 所以當然 苗栗願意鄉親 被他們控告 或學生被他們控告 為什麼這麼難對付 因為阿威公司他們是一個很大的組織公司 像我現在也是已經不在這個家保全公司 但他們要對付我 是很容易 因為像我們在保全業 只要他們保全公司 把我列入黑名單 我們保全公司 我現在是在簽箱保全公司 就不用做了 那你這方面的工作 反正公司的工作都不用做了 反正公司薪資不高 他們基本還是用壓榨勞動力的方式 他們不管是簽箱阿 或者是 這個 英華威公司阿 就是它 它是這個 groupable security 他們都是分公司 不然你在金站也是groupable security 還有很多 像永豐銀行阿 或者是一些 美商銀行 美國的發起銀行 都是groupable security 他們在做 跟威豐保全是一樣的 或者英華威公司是一樣的 他們只要不要列入黑名單的話 保全公司工作就沒有了 因為我們台灣的保全業 他們就是 採取低薪資 長時間勞動 但是因為它 工作比較輕鬆 有的工作是沒有什麼事嘛 有的是每天坐在那邊 在銀行婚註點要看那個婚行經理 他如果對保全比較好 他就讓你做 如果對你不好 你就每天要站六七個小時 就是看那個婚行經理 有作用 但他們基本上 他們就是等於抽成一樣嘛 我們去這一家住點去做事情 然後 那當然是人家給的錢比較多 然後他給我們薪資比較少 他就賺取其中的差額嘛 可是我們是 我們是當 他們就是賺這種服務業的錢 還有他們設備的錢嘛 基本上是 就是這樣子啊 就是 沒有什麼情感啊 就是說 你做 然後 然後 不做了就 停了嘛 走了就算了 就是 就這個樣子 然後 你如果不合適 人家就馬上叫你走路 他們保全工作是這樣子 對 當然很多人來說 因為他們 可能在台灣很多人 沒有什麼工作 或者他們 沒有什麼特長 像我是 身體不好 沒有辦法做 重的工作 沒有辦法做 所以在做保全啊 可以混 但是他們現在是 弄成這個樣子 我們當然是希望說 英華為保全公司 或Gruple for Security 在台灣的相關的公司 有好幾個保全公司 不要這樣子 對付這個 算是那個 苗栗怨禮的老百姓 因為這個事情 算是公共事務 你一個保全公司 要介入台灣的政治鬥爭 或是社會爭議 到這樣的程度 是會受批評的 在歷史上會留紀錄 就像這個Gruple for Security 他們有過幾次不良紀錄 基本上他們公司 還是非常厲害 你如果是去找 找那個維基網就知道 他們在印尼 有幫助那個 老闆來鎮壓工人的紀錄 所以他們是吃這門飯的人 吃這門飯的人 但你現在要得罪這些 願你相信是沒有關係 如果以後換一個政黨 在執政的時候 你這些 這些事情 別人會記得 不是說你去願你看這些 現在看這些小伙子 看真的沒有怎麼樣 去把人家弄強制罪 以後人家弄你們這些 保全公司的 引導幹部 把你們弄成有罪 也不是不可能 因為保全業要出事情 是非常容易 所以我是覺得是要勸告他們 他們 我覺得英華威公司 也在我家這邊出現過好幾次 因為他們這邊 也在我們新北市新店區 他們也有好幾個點 我也曾經有去 上過短暫時間的班 他們好像有警告意味 所以蠻濃厚的 雖然他們沒有那麼明顯 但是我看了好幾次 那車從我家前面進過去 因為他沒有必要從這個路線過 所以我是覺得是說 有一點緊張 像我們以前 我們在自由時代 雜誌社上班 上班的時候 因為那時候 以前是有李登輝的因素 所以我們自由時代雜誌社 以前是有支持李登輝派的 還有不支持李登輝派 或是對這方面沒有什麼看法的人 是有 像我本人是對那個東西 只是喜歡觀察 民主自由政治的發展 那我對李登輝沒有什麼特別的 沒有什麼特別的那個 關心 所以這方面的東西 我也知道 陳淺非常厲害 因為你 不是支持李登輝 像1989年那時候 我不是支持李登輝的 不算你支持李登輝的人 所以在那個時代裡面 我們算是必須要承錢 就像我們現在 也不是支持馬英九的人 但是我們非常注意 因為像保全業 他們基本上是 要靠前置系統的人 吃飯 但你在底下做的 你可以不買警察 或者不買他們的站 反正你就在底下 幹這種比較卑微的事情 幫人家指揮交通 或戰戰哨 人家不會對你怎樣 但是 講到這個保全公司 在台灣保全公司 它還是一個 違法性 非常強的 違法性的行業 對勞工還是非常糟糕 但我們做的是因為說 我們就是比較輕鬆 比較輕鬆 一個月上兩百四十個小時 基本上上兩百四十個小時 薪水兩萬四千五 據說都已經都沒有 沒有到勞機法的標準 勞機法是每小時 時薪是一百一十五塊 但因為他工作輕鬆 就蒙混就可以了 是這個樣子 但我對這個事情 看到黃彥如報了好幾次 這方面的事情 也看到許哲華 有報這個事情 報了好幾個月了 我當然覺得說 今天剛好休假 有時間來說一說 說一說這方面的事情 我是吳季鑫 從台灣 新北市 新建區華初有報導 謝謝